你好 欢迎收看2月10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夏佳慧 关怀无国界 土耳其发生强症 已经超过万人死亡悲剧 为了帮助土耳其震灾中的灾民 度过最艰难的时刻 花莲县政府发起县府及所属机关 学校所得一日捐活动 9号由县长徐正伟以身作则 捐出一个月的薪资 抛砖引玉 共同帮助不幸受难的家属度过难关 也盼更多社会善心力量共同伸出援手 县长徐正伟表示 土耳其与希利亚日前因为发生空前严重的地震灾害 7.8强症造成多处地方污毁楼塌 许多家庭一夕之间破碎 而且当地碰上寒流来袭 低屋难熬 灾民情况令人心酸 对于花莲0206地震以及去年的918地震 所带来的伤痛 花莲民众感头深受 县府也号召所属机关 学校 员工 乐捐一日所得援助灾民 期盼带动更多的民众伸出援手 花莲最了解地震灾后的痛苦 最了解整个灾难来的时候 我们的乡亲有多么的惊恐 所以在这里 曾卫看到0206在叙利亚 土耳其 发生的大地震感同身受 所以跟我们福内同仁大家一起决定 我们抛砖引玉 来发出我们的县府的一日捐 以及整个县府的团队 那当然 真为捐出一个月的薪水 而我们的同仁以及团队 是大家的这个 大家的这个能力 能够乐捐 能够来协助叙利亚 还有土耳其 赶快来做复权的工程 徐县长也指出 灾后的救援以及家园的重建 是一条非常漫长的路 需要大家更多的关注以及协助 因此奉献一己的绵薄之力 号召花莲县府同仁 将一日新转化成爱新 给予灾民 给予受灾的民众 重新站起来的力量 记者林杰 花莲市采访报道